这一节呢我们给大家补录一节 主要是关于那个LD的 一个是LD衰减 一个是那个LDBlog 一个LDBlog为主 LD衰减的话 也顺便说一下 用了软件列表的话 RNRPlink见面大家都接触过 这里还少了一个 应该是VCF Tools VCF Tools 这个我们也会用 然后还有就是POPLDDK的 就主要拿来算那个 LD衰减距离的 另外后面两个的话 主要是看那个LDBlog 这个HeptoHeproView 应该是比较经典的 看那个LDBlog的一个软件 然后LDHemap是 现在也用的会比较多 因为HeproView在处理 比较大的那个数据量的时候 就比较困难 那么LDHemap在算那个 局部区密度比较高的时候 标减比较多的时候 还是比较效果还是比较好 然后内容的话 一个是用算那个LD算算机里 用的主要这个 POPLDGator 然后那个用它的一个一些画图脚本 然后对结果进行一个展示 然后还有我写了一些R脚本 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个展示 第二个是Plink 全软二体的一个LDBlog 或者说全军组的LDBlog 然后TableView这一个的话 是讲用来算那个局部的一个LDBlog 这个LDHemap也一样 它是结合那个局部的Plink的结果 Plink的结果是输成一个矩阵 就是N乘N的一个 R平方的一个矩阵 然后呢 再用LDHemap把它给展示出来 也是局部的一个LD热图 TableLDDK这一个的话 我们在录这个课程的时候 这个文章刚刚出来 但是这个软件已经存在好几年了 然后现在你一个直接有文章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引用 发的是BioElementic 这个水平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就来进入主题 就直接看LD的一个计算 首先我们还是 加ID的 对 HF加ID对吧 这个很快 然后后面呢 我们不重复 因为这个速度比较慢 这两个的速度 这个速度很快 这个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这样 可以 这个时间可以接受 但是对于重测序 或者说标记量特别大的时候 这个要等一会儿 要等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的话 我这对重测序的结果 不展示 然后 这个是简化的结果 这个是我们前面 每每每捷克 一直用的这个 这个结果 只有两万个标记 那我我这里 给大家两套数据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大家比较一下 就这个 简化跟重测序的一个效果 我那里已经算完了 待会儿我直接把它给画出来就可以 然后这个是我们算的是 在这里的命令 我们算的是那个全局的 就是所有的 就所有的样本合在一起去算 算那个要得刷研这里 下面这一个的话是针对某个群体的 就是你比如说你在总群体里面 你分成两个亚群 或者三个亚群 然后你分别对这三个亚群进行计算 那怎么计算呢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它的参数 一个是它是输入文件 是总的VCF 然后呢 这是那个输出前缀 输出的一个前缀 我们上这里输出的一个前缀 然后呢 如果你不指定这个subpub subpub是指群体 如果你不指定这一个的话 那它就对所有样本进行计算 它就默认是awesome 然后如果你给的话 你怎么给呢 是这样的一个文件 就是每一行一个样本 每一行一个样本 前面1234是列出来的边 这样的每一行一个样本就可以了 就一列 一列 一列的那个文件 每一行一个样本 就指定这个群 这个亚群里面的那个S&P 那这个亚群里面的样本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亚群文件给这个subpub 这一个的话 它就会自取出这些样本来进行 那个计算 因为从这许 这就是针对从这许的那个那份材料 那份VCF 所以的话速度可能也比较慢 所以我这里不太 不再演示 大家直接把命令行给复制过来 就能够计算 好 我这提前已经给大家计算好了结果了 计算好了结果 包括这个 这一个简化的结果 它的结果的话 就是距离 标记间的一个距离 距离 这是距离为1的 距离为2的 距离为3的 然后呢 算一个平均的R方值 平均的那个 第一片 然后总的那个R方值 总的第一片 然后还有 有多少标记队 就支持这一个 这就是 因为你算的时候 是用两两标记队 去去计算的 有多少个标记对数 于这个距离 OK 但我们这里用简化来看 这里因为我的标记密度比较低 然后你看这里就是几十几十 然后我们看重则序的结果 这里就是几千了 几大千 是吧 结果说几小千了 不到大千 如果密度特别高的话 就会有几大千的那个SV队 也就是说 存在序的那个数据 这里这种是会很多 就每一个距离下面 它都会很多 很多的话 你就能够 结果就会比较可信一些 这里为什么每一呢 因为这一份数据 是对筛选过 对密度 最近是一个筛选 距离非常近的 距离只有一个PP的 这那种的话 我们就把它去掉 所以这里看不到 好 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文件 就这么几列 这么几列 当然跟你的选择的 那个输出的模式有关 输出的模式是 像这样 输出的模式 我们选择的是2 这一种的话 它2这一种的话 它只输出203和第一片 好 下面这些参数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像最大的距离标记间的 距离多少的都用于哪 哪个计算 这里默认的给的是300 像这个就跟你的物种有关 比如说棉花的话可能就比较长了 你就可能给大一些 像给一兆币或者两兆币 这里单位是K币 然后你一兆币的话呢 就是这里给1000 然后这个是MAF MAF的话 这是过滤的 就是第二档外径频率 然后这是那个 炸核率 然后这是那个 缺失率 应该是最大的缺失率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炸 最小的炸核率 最大的 最大的允许的炸核率 我还大于这个 应该把它闪掉 然后这是另一个功能 就计算这个单倍性的延展长度的 然后这个是 你要做了上面的筛选的话 你要不要输出 输出的话 你就给这个参数就行 这个输出的形式 一共有8种 大家可以慢慢去捨 我这里不给大家全部的捨 然后我们就看绘图 绘图的话 它这里面给了两个脚本 也是破脚本 破脚本对我们水生物的 可能比较熟悉一些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破脚本 这一些参数 这个是输入 输入的话 就是给上一部的输出 刚才上一部的这些文件 这是它的输入 然后这个是 如果你是给的是一个list的话 list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长这个样子 比较发人类 就是先是数据路径 就是刚才那些结果的路径 我们看到刚才算了 不是有这个 这是简化的那个结果 不是简化 这是重的结果 重的结果 是这一条命令的 这一条命令的结果 这一条命令的结果 然后下面这两个文件 是这一个 这两条命令的结果 总共三个文件 一个是重的 resig的结果 一个是subpop1的 resig的结果 一个subpop2的 那个resig的结果 然后再给的是什么路径 一般你如果你是给的绝对路径 一般我们是给绝对路径 就是前面还加那个完整的路径 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目录比较确定 你就就在这里操作的话 那你就给相对路径就可以 我们给它比较反类的一个地方 就是先给文件再给名字 先给文件再给名字 我们一般是先给名字再文件 但是一定要记得调过来 一个先给文件再给名字 这个压缩文件不用解压 它自己会解压 这是那个list的一个输入 还有一个就是输出文件的一个前缀 这是给一个前缀 我们以这个为例 以这个in file为例 就输入一个文件的结果 我们看一下 一个是画一下简化的结果 简化的结果是这一个 in file 这是简化的结果 给一个前缀 然后bin1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表里面 那个结果的表里面 这个表里面 它不可能是每个点到哪里画这个曲线 然后你给的bin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小于给他给的那个bin的距离的话 它会合起来 就比如说 如果是给的10 那就1到10的这里全部求合 然后平均 平均完之后 然后就拿来作图的一个点 待会结果里面有 给人家看 bin2也是 就是后面你随着距离的正常 你这个bin的一个 求去的一个范围 范围是多大 前面我们说10个 然后呢 后面如果后面距离约长的话 你可以100个BP 求一次 或者1000个BP 求一次都是可以的 其他的这些 你一看就懂 然后这个是画图的 求这个bin里面的那个值的 去值的一个方法 一个是 命bin 一般我们用这个就可以 如果你输出的是 type等于2的话 那就是直接用这一个就行 其他的话是对应着 不同的那个输出结果 好 我们就看一下 默认的是用 就我们就全部给默认子吧 全部给默认子 然后你就给这两个 两个参数 应该就能出结果 当然它里面调用的是2 然后你那个 你系统里面一定要把2给装上 这是这条命令 然后我们再来看 另外的两个 再加一条 加一条画那个全部的 画画重的续全部的 重处序的全部都是这一个 这是刚多出来的文件 我们画已经画好了 那个简化持续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前面每节课用的 那个VCF文件 算出来的这个LD是这个样子 让我们看一下重处序的 重处有三个 全都给它换一下 速度还比较快 这是简化的 然后呢 再看这个重处序的这个结果 这里就多多出来了 看到吧 这文件都输出来了 那这重处序的结果 是不是比那个简化的 要偏划很多 即使是小群体的 也是这样 要偏划很多 那群体一小的话 那就代册的比较多了 这种OK 然后呢 我们就 这是每个群体一个图 每个群体一个图 最简单的话图方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种形式的 pop list 前面我们讲过了 pop list 讲过 然后那个 现在呢 有一个脚本是画这个 对pop list 画到一起 把pop list里面的 像这一个里面的 三个群体画到一起的 我们一下子 试一下把它画到一起 它传属是什么样的 in list in list 就是这个 如果你是在 就比如说你是集权投任务的话 你最好这里给的是绝对入境 我这里给的是相对入境 一个是in list 一个是out out也是输出的一个前缀 输出的一个前缀 OK 然后这里都是一样的 这里跟前面的画一个群的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到输出的什么结果 输出的是 我们刚才是Martin Martin LDD 这一个 这一个 对吧 这样的一个 三个群体都画到一起了 刚才total total是这一个 设计版区块的 然后supup 1 然后是黑色 supup 2 是蓝色 这图感觉有点丑 或者说有点初级 我们先来看 它是那个输出的结果 是画图输出的结果 除了那两个 除了那个pdf png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还有就是 并以后的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原始的输出结果 原始的输出结果是 这个样子 这里是这样子 这来看吧 明显 我们看这个 这是12345678910 一直到多少 到你给的最大距离 就是你maxdix的最大距离是多长 然后它就到 但是这一个 变以后是怎么样 变成是从10开始了 因为你短辨的话是10个求1个 然后后面长辨的话是100个求1个 100个bp求1个 这也是一样 但是这里少很多 这里比那个原来的少很多 这里是有10,10,10个 是吧 然后原来的是有多少 原始的文件是有多少 原始的文件几十万 对吧 它不几十万按bin的那个求和的方法 然后和的 然后和的bin的每个点 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图上的每一个点 它只不过是用曲线给它拟合出来 好 刚才我们说这个图比较初级 那我们现在就基于这个结果 我们用那个一些用GC Pro的2来给大家换一些稍微漂亮一点的图 我们就用它这个Magipop的一个结果 刚才我们换了这个Magipop的一个结果 就这三个 这三个是病了 它这个比较奇怪的一个地方 就是画多个群体的这一个 它没有压缩 它并没有压缩 这个 我们就用三个 用这三个文件 也就是说你用我后面的给的那个R脚本的话 最好是先用行了 这 它的这个脚本 它的这个破脚本 然后你再去换 那我们来看 用的是 我给大家写的这个R脚本 这么去换 这不叫All-in-One 这叫那个Magipop 这个Magipop Total 然后Magipop Magipop310 然后Magipop310 这跟你前面用的 用那个脚本画 用的什么前缀有关 你的前缀是刚才我们给的前缀是这一个 然后它加上这个Publist的这个后缀名 就构成它那个并文件 当然以后版本它可能加了压缩 加了压缩的话 你先把它解压出来就可以 好 我们试一下 画一下 这是文件列表 然后这是文件对应的名字列表 因为你画的时候可能对应名字 然后这里的话是还没有读进来的 这里就读了 读完之后 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 这一个 如果你这里给的是三个文件 就三个名字 给了两个文件 就两个名 给了一个文件 那就是一个名字 然后呢 这里是可以给很多个的 也可以给这个一个 然后呢 我们把它合并到一起 就是这个就把它读进来 合并到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MyDF这一个 MyDF 刚才跟那个是一样 是吧 然后距离 并的距离 然后平均的阿方值 平均的距离 然后阿方的求和 然后阿方的第一片求和 然后总共的那个 标记对的数 然后加了一个叫POP 这一个 这是表示群体的名字 好了 我们先把它转换成KB 转换成就在这个DX这里 因为这是BP 单位是BP BP我们先把它转换成KB 然后加载KBP2和那个Scale的两个包 这里是设置它的一个主题 就是KBP2的一个主题 待会我们后面看效果 这就开始画了 然后MyDF 以这个为X轴 以这一列为X轴 这一个 Y轴的就是拉平坊 你也可以换成第一片 这一个 然后呢 颜色是用这一列 然后Group也是用这一列 然后开始画 第一种的话 然后我们直接画LINE 画那个曲线 这个 往下 就没加这个主题 这之前我们看是什么样子 每条命令我就不去不去切实了 就大家自己去学一下 我们没有加这个 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 就这个 你再注意这个线 它字 是不是都比较小 那我们加了这个主题 以后 再看看是什么样子 这是不是变大了 也变得清晰了 对吧 然后那个线变得比较粗 这里线变得比较粗 OK 这里是给大家设计颜色的 你多少个群体 这里就得给多少个颜色 把它对应起来 就可以 好 然后把它存出去 存出去呢 我这里暂时就命名成 那个all-in-one 就是justline 把它存到一个pdf里面去 和那个png里面去 好 我们再去看 这个是不是有all-in-one all-in-one line pdf 对吧 这里写错了 平均 我们看一下画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 比它的那个要好看一下 我感觉是比较好看 好看一些 所以的话 大家可以用这个脚本去试试 然后这里跟那个零点的一个起始点是哪个参数在调整呢 是这个 你把这个调整零的话 它就从这个坐标轴这里开始 包括这个是条X轴的 这个条Y轴的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条小条大 你看一下它 那画图的起始位置会不一样 下面是做一个smouth smouth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那个曲线进行一个拟合 我们看这里有人弄毛毛的刺是吧 有很多毛毛的这种毛毛的刺 但我们如果做了smouth的话 就可以把这些刺给弄得平滑一些 我们是给大家试一下 就唯一的不同 这里是geom line 这里现在变成那个geom smooth 好 这里先给人家打印一个看看 是吧 没刺了吧 看这 那没有 就是一条线的 但是你要注意看的话 这起始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地方不一样 然后这个地方跟什么有关呢 跟你给的这个span有关 这个地方 这里是透明度 无所谓 然后这是那个span 这里不是透明度 你看一下这个alpha什么解释 然后这个是 你给的越小 它就越接近于那个真实的 真实的那个结果 你给的越大 它就离那个真实结果越远 就是它拟合的越厉害 你给的越大 它拟合的越厉害 你给的越小 它拟合的越小 然后你可以对比的看 对比的看 这个是带很多次的 然后这个最高点很多 0.8级 然后你拟合之后呢 它可能就不是 不是0.8级的 它可能就0.7级 所以的话 这个拟合之后的结果 是不真实的 就是不是真实的那个2平方 你要看真实的2平方的话 你还是要 不要用拟合之后的 好 然后拟合之后的结果 你怎么去拿出来呢 就比如说 你像对应的一个数字 就比如我拟合完以后 我怎么看这到0.2这里是多长 假设我就以你以后的那个结果 作为真的结果的话呢 怎么看到0.2这个点的一个距离呢 数据怎么取出来 你就可以用这个 GG build 然后这个build结果里面就有一个X和Y X和Y 就是X轴的结果和Y轴的结果 把它取出来 你就能够对应起来了 就是到哪个点 然后对应了什么值 你就可以把它对应起来 然后这里就能看出 最大的这个值其实是在多少 在0.704这个地方 刚才前面这个最大值是多少 0.8G这不一样 不多说 这个脚本在那个上传的结果里面 大家都应该能够看得到 OK 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数据 你可以根据这个脚本去改一下 就能够把你的画出来 你什么都不要变 什么都不要变 你只要把输入文件和输入的文件的一个名字 然后有这个当然还有这个工作目录 你改一下就能够完成这个分析 就能完成这个绘图 所以效果应该也还是不错的 OK 然后呢 LD衰减我们就讲到这里 后面呢我们就开始讲那个 那个LD衰减还有一个内容 就是记住一个东西 就是从而去是最适合做这个LD衰减的一个衡量的 LD衰减距离的一个衡量的 然后其他的方法 像比如说是各种简化 CBS SLEF或者那个RID 还有RNA测序 芯片分型 这些方法得到的那个SMP 都不太适合用观测具体的一个衰减距离 但是做这个 群体间的比较还是可以的 群体间的比较 虽然说实际的那个衰减道的地方可能不一样 但是总体来说 趋势还是跟这个重则序一致的 趋势就是每个群体的该在上面 还是该在下面 或者该在哪里 它都是会跟简化的结果 跟那个重则序的结果会差不多 只不过呢 这个值肯定是不一样 值你不能到代表实际的而已 所以的话 简化的结果只能看相对的衰减数率 都不能看那个绝对的一个 不能用作绝对的一个定量 就衰减距离的一个定量 主要是因为那个标记分布 标记分布和那个间距的一个随机性问题 就从这续的话 它随机性是很好的 然后标记分布的话 各种距离都有 前面我们是从那个6开始 就是那个D是从6开始 我们的数据从6开始 因为那个我们认为那个间隔太太小的那些 那些我们把它去掉了 但实际上你要算这个衰减距离的话 你是可以不去掉的 这里 我们应该从1开始才对 好 下一个内容就是RDBLOG RDBLOG首先就是算一个全局的RDBLOG 就对全金组进行RDBLOG的一个计算 我们这里指引是用简化的 因为标记少 这个算的时间还是有几分钟 因为我们在课程里面就不用等那么长 我们只算这个简化的 就是给大家之前常用的那个VCF文件 那来算这个RDBLOG 用P-Link软件就可以 P-Link软件的这个层数 BLOG层数 一定要加上一个no-phenotype 就是不需要那个phenotype 然后我们看一下得到了什么结果呢 得到他这里给说了一个是BLOG 这个结果 一个是BLOG 这个结果 我们先看一下BLOG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 这个就是BLOG 然后每个BLOG一行 然后每一行的话 用什么来表示 你用标记ID来表示 就是这个BLOG 有哪些标记ID组成 然后另外一个detail的话 就是你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信息 详细的信息 就比如说是燃热帖 然后呢 第一个BLOG的第一个标记的物理位置 第二个标记的 最后一个标记的物理位置 然后呢 它的间距是多少KB 这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统计 但如果你想看 比如说你想定到某个区间 就看这个区间里面 有没有BLOG 然后你就可以 比如说这个区间是从这个数字开始 然后从这个数字结束 那你就得看一下这个区间里面 有没有BLOG 你定位 你定位的结果 你不是有 从这个地方开始选住 然后选住的到这里结束 然后你想看这里面 有没有BLOG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先把它算出来 先把那个全定路都算出来 然后你就选择指定区间内的 那个看里面有没有BLOG 或者有没有大的BLOG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先把这个算出来 然后呢 再去把它塞上 那我们看 对这个结果的一个统计 对结果统计 我们主要统计这一个 大BLOG有多少个 这个我们比较感兴趣 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我们去自己 对BLOG去自己 去大于多少的BLOG 或者说是去哪个范围的一个BLOG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也是在R里面完成的 这个是针对那个重则序度 大家自己去做就可以 然后我们这里是 用的是这个 解放程序的结果 然后我们把这个给读进来 读进来的话 读进来的话就是 比较文竟 那刚才我们看到两个体 其实中子 位置 这两个字 位置 这个是大小KB 然后呢 这里面有多少个S&P 或者多少个标记组成 这里面是哪 具体是哪个标记 就在那个VCF里面 那个ID那个那一列 对应的那个ID 就在这里面能找到的 然后我们想把那个大约20KB的 那个BLOG都塞出来 这个就是大约20KB 有多少个 有140多个 那我们看大约20KB的BLOG的一个分布 这是大部分的 集中在多少 集中在几十KB 集中在几十KB到100KB 100到200的也有一些 大的就很少很少 大的600到700的 这就只有一个 大概只有一个 但具体多少个 你可以用 可以自己投资率去看就行了 然后去自己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 去某个范围的里面有没有 那我就可以这样 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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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 先是那条染色体 对吧 那条染色体 就加等于1号染色体 然后 BPE BPE大约多少 大约等于1兆币 1兆币多少个0 6个0 小于2兆币 这里面有没有 有 有9个Block 就这样去塞就可以了 这是做那个全局的那个Block 比较简单 但是有时候还挺实用 有时候挺实用 你比如说你就想看那个 全军种的一个Block的分布 或者像对那个 根据920的结果去筛选去看 初步的看那个对应的推荐里面 有没有Block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么去做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就是用HyperView 去计算这个局部区间的一个 LDPlock 然后我们先找一个 算哪个局部区间合适呢 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我们是要根据那个920的结果去做的 所以的话我们就先用根据920的结果去确定一个后选区间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前面的920的结果 在Electro10里面的一个FastMM的结果 我们先把它图为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哪里有一个封 我们就去试一下 8号软体是这里有一个封是吧 就这个地方 我们想把这个区间给给它取出来 那它不一定去这个区间 我们就以最高点为准 然后呢往前往后去500KB或者一兆B这样的一个距离 我们现在就看那个8号软体的8号软体 然后呢显著的位点有哪些 看一下 这些都是显著的 然后这些都是显著的 就我们暗示的-8次方的 来塞的话显著的是这些 那我们刚刚最显著的是这一个 然后呢我们就往前 往前 这里我是 只是随意给了一个范围 你可以往前500KB往后500KB加起来总共一兆B 但是如果标记比较少的话 可以扩大一些 好我们先去确定的区间就是这一个 那我们看这个区间里面有多少个标记 有74个标记 那现在呢 74个标记用来做这个展示应该是够了 够的话我们就确定用这个区间 然后呢 下一步我们就去提取 这个区间 提取这个区间怎么提呢 用那个VCFtools VCFtools就是指定 Lancity 然后from to 给的是那个物理位置 就从第几个物理位置到第几个物理位置 然后呢把它重新输出出来 试一下 好这里74个位置已经被提出来了 提到哪个文件里的呢 提到这个文件里面 这就是我们要的那个区间的一个字集 字集对吧 好 然后 用Plink软件的话 它直接可以转成那个HeproView的格式 就是HV这一个 绿扣的HV 它就输出那个HeproView的输入格式 好 我们看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是VCF 它那个HeproView是不能接受的 这是HeproView的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 因为好久没更新了 这更新到15年 三年没更新过了 三年没更新过 就很多的输入都是根据它自己定义的 或者说是比较很久的的很久很老了的一种输入的格式 那我们现在的话是因为给的前缀是这一个 输出的前缀是这一个 我们看多了什么文件 多了这几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没用 这两个文件是一个log 这个log的话 你这里屏幕打印出来的 你可以这里面也有一文一样 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主要是用这两个文件 一个是Pap 一个是Info 这两个是配对的 你只需要输入这个文件 然后它自己会找这个文件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文件的话 后面就用不了 我们看它是什么样 它是样本 然后这里是Family ID 这是那个Sample ID 然后这是Father Mother 然后这是Sex 然后这是Phenotype 然后这是每个微点的一个剪辑 每个微点的剪辑 这样的一个分别 然后这个Info的话是什么 是微点的信息 微点的信息 这个标记ID 然后对应的是对应的那个物理位置 就只有这两个列 好 现在呢我们就演示那个HeproView怎么用 HeproView的话 先讲的界面板 界面板因为很多时候你是可以用界面板的 因为你的区间的标记并不多 多是什么概念 多是一般的电脑能处理的是500个标记以内 应该都还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500个标记以上的话 用这个界面板的话可能就有点麻烦 我们把那个刚才那个Pad导进来 Ped这个导进来 然后这里的给的是 你要显示多大多大范围呢 这里500kb可能有点少 我们可以用五兆币 刚才我们的区间应该是两兆币 所以的话这个是用五兆币 但如果你给的少了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先给的少一点的 那我对比一下 或者先给全的 先给全的 先给全的五兆币 哦我给错了 Input file它是自己去识别 给在Data file这里面 这个 Input file的话是这一个 然后五兆币 这里的话是哈迪温布格平衡 这个你要做筛选的话 那就基本上没有标记符合的 是吧 没有标记 只有三个标记 四个标记符合的 这一个 这一个符合的 但是 但是我们不管它 我们选所有这里 slack all 你把所有的标记都用的话 好我们就 它这里有几个标签 这一个标签的话是对标记性的筛选 这一个标签的话就是LDBlog 然后这一个标签是单背形 然后这一个的话是那个Tag 就是去那个 就Tag S&P的 我们这里不多 所以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是单背形的 但不行了这个我们也不去怎么说的 然后我们主要看的是这个LDBlog 这就出来了 你直接点这个标签 它的结果就跟着算了 但这个Tag的除外 Tag的这里有很多参数 你选完了之后 然后再进行计算 这个LD的话 LDBlog的话就 直接就给你算出来了 按出来的话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LDBlog 它按照当前的那个定义方法 这里有一个 我记不了 有53KB 这是大家常见的图形 对吧 大家比较常见的图形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 然后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完整的 是比较完整的 对吧 是因为我们选了那个 刚才最开始导入的时候 选了是大于500 不大于5到5000 那个5兆币的都包含在里面 当然如果你是比较小 小于你的数据的一个 全部的距离的话 它这里会有缺失 缺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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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待会我们用那个命令行的时候 你就能看出来 所以缺一块一块的 然后Display这里 你这个LD的那个什么值的话 你就可以改了 LD Color Scheme 我们现在用的是Standard Standard的话 它是由DEP和Lob制组成的 然后这个到底是 怎么去决定这个颜色的 大家可以去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去看 它怎么决定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网址是给你有很大的 很好的一个说明 然后这个LD Pro的意思 它在这里也有一个很好的说明 大家这里去看就行 我这里就不再做解释 它主要是根据第一片 和那个Lob的字来决定 白色的话 就是DEP小1 Lob的字小2 然后DEP等于1 Lob小1的时候 它是蓝色 然后DEP大于等于2的时候 Lob大于等于2 DEP小1的时候 它是那个 另一种颜色 Pink粉色 然后这个是等于1 然后这个大于2的时候 这就是Blood red 就是鲜亮的一个red 所以的话 它这个red不单纯是中间的这个值 中间的这个值是什么 中间的这个值是第一片 就显示的这个值的话是第一片 你可以换成R平方 但是它一般是那个第一片 你可以换成R平方 但有的地方R平方很小 对吧 R平方很小 但是它也是亮红色的 所以的话 这个不完全由这个Lob的值决定 它有这个Lob的值和第一片 和那个Lob的值 Lob的两个衡量指标 一个是第一片 一个是R平方 这由第一片和Lob的值 同时来决定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换颜色怎么换 这里的话是标准颜色 刚才我们说的标准颜色的定义 就是这种方法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Rsquare的 用Rsquare的那个方法的话 就是黑白色 只有黑白色 然后还有很多方法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 这是 这比较彩色 颜色比较丰富 这种 就是Golden Hit 我们还是切换为标准颜色 大家最常见的 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个Blog怎么移 我们现在看这里的话 它是Blog的一种决定形式 就是最常用的叫做Gibreview 这种Sign上的一篇文章的那个方法 然后 它还有别的那个方法 我看一下是在LDDisplaySpace 不在这 DefineBlog 这一个叫Gibreview Gibreview方法 然后还有这种方法 定义的Blog会一样了吧 然后还有很多 这一个 Solid 然后还有一个 自己定义 你自己定义 就是把这个 LDD的值 做第一篇的值到底设多少 设多少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那个你自己定的一个结果 就Gibreview 叫做 Gabreview Gabreview这个方法 你可以定一个一个预值去去展示这个结果 大家记得有这样的一个 你想改变的话 你有这样的一个 印象就可以到时候你自己去调自己去改变 然后还有一种比较粗暴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手动的去定义 先比如说 我看 其实它给我定义了这个地方 它给我定义了这个地方像一个Blog 但我觉得 我觉得它不止这个地方像一个Blog 我觉得这些都是 你手这样一拉 它就全部合到一个Blog 这个Blog看起来是也挺像 我没定义 这里面看着它挺热的 所以的话 你可以手拉 就这样在这个方块上面拉 拉多大 它就给你定义了多大的一个Blog 这种是比较大家就什么 也比较常用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去 依照它的那个规则去去画 这个Blog 为了展示上的方便的话 我们是可以这样 然后输出 输出 大家用最后用这一个选项的输出 这一个 Export Option 这一个 然后先存了一个SVG 这里是输出那个LD 还不知道太不 然后这里是选择范围 是ALL 就不要是从MACG到MACG 这样的一个范围 一定要输出ALL 然后呢 SVG 或者你输出PNG也可以 我们先输一个SVG看一下 OK OK 然后再输出一个PNG 这里选择压不压缩这个PNG 我们不压缩 我们再看 在结果目楼里再看一下 PNG 这就输出出来了 你放大来看 然后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是SVG SVG 用浏览器打开就可以 放大缩下 看就可以 好 界面版呢 大概就讲这么多 后面呢 这个Hypertoire 大家自己去研究就行 Hypertoire和这个Tag的话 大家自己去研究就可以了 然后命令行呢 怎么怎么做呢 命令行的话 命令行可能 你可调的空间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就是如果你是区间比较大的时候 你可以换用那个命令行去做 它命令行的话 一个参数 NoGUI就是 就是不弹出那个GUI的那个界面 然后这个时候把所有的检测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哈迪温布格平衡 所有检测都跳过 就不检测 然后这是给那个 就是物理内存 这是造币单位 1024造币 就是1GB 你可以 如果你的数据比较大的话 你把这个调高 然后这是PAT文件 这是info文件 然后这是输出的前缀 输出什么 输出SVG 然后就给输出的一个前缀 也就是这一个 然后呢 Color scheme Color scheme的话 这里有一 就对应着我们刚才那个颜色怎么给 颜色怎么调 就对应着那些方法 然后那个Blog Blog 或者就是Blog怎么定义 Blog怎么定义 也对应着那个 我们刚才展示的 给大家展示的一个方法 就一条命令行运行就可以了 Drawr 它是一个招网包 OK 这就是输出出来的 然后那个Blog字的话输出的是 输出出来就这两个文件 一个是Blog定义的结果 这个看结果怎么看 大家还是看那两个网子 然后这个可以转换成那个PNG 用看Word 用Cover的表 转换成PNG就可以 但是它画出来的图有一个什么缺点呢 就是没那么好看 比那个丑多了 比我们刚才界面版的丑多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把它挨在一起 然后这个Blog跟这个 要比我们刚才界面版 然后这个Blog的定义 你也不能手动定义了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范围 范围 范围有别的参数指定 你可以去找一下 像这个的话 如果你是刚才那就是五兆 五兆和那个500K的一个区别 这里应该就是默认500K 500K的话就超过500K的 它就不算了 就两两的那个标记的那个 DLD它就不算了 然后这个的话 你也没法手动就调 所以的话 如果你想用这个 做出一个比较符合你的预期的一个结果的话 你就要用那个 用手动就去换 用界面版就换比较好一些 好 这是用HeproView画这个LDBlog的 HeproView就讲到这 对了就讲到这 然后这个LDT Map LT Map这里主要是配合这个 P-Link的结果 P-Link的结果的话 它给大家 大家可能没注意 P-Link能算这个LD 但是还能输出一个LD的矩阵 大家可能没注意过 LD的矩阵是怎么样 长怎么样的 我们还是针对这个区间 针对刚才那个HeproView的那个区间 然后 直接算 直接往下算 然后看它就会得到一个LD后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件 我们给了输出文件的一个前缀 然后呢 它给点LD的一个后缀 这就是每个标记 它跟它这几个那是1是吧 所以对角线应该都是1 然后每个标记之间的一个LD 给它这样的一个方程 然后这里是没有标记的ID的 所以的话你得把标记的ID单独取出来 我们这里是从那个VCF里面取的 标记ID单独取出来 存到一个文件里面 存到这样的一个文件里面 好 然后我们看我们的ID是怎么样 它跟这个是有三粒 一个是染色体物理位置 然后ID 它跟这个矩阵是完全对应 完全对应的 这里有多少个 74对吧 然后那个这个也是74 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结果 去用这个LTPMAP 我不推荐大家用那个LTPMAP 那个能接受的经验性格式 然后用LTPMAP去算这个二平方 因为这个比较慢 很耗你的电脑 所以的话用Pling算就非常的快 然后又能接受的是量又比较大 然后关于这个LD 用用的LTPMAP 画这个热图或者组合图的 还有一个网址 我给大家给大家的一个网址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 比较可能比较实用的一些资料 那就画复杂的图形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下 就像这种 它是能够用LTPMAP 给它画出来的 这不一定是LTPMAP 这一个是 然后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这样的去看一下 也放在那个脚本的那个文件里面 那我们现在就基于这个LTPMAP 去画这个画这个图 首先呢 首先呢 还是用R脚本 设置工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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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读两个文件 第一个是ID文件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 第一个是这个ID文件 就是包含三列的 蓝色体 蓝色体 然后那个物理位置 然后标记ID 然后这个是LDMATRIX 就是方阵 其实是层层层层的这个LD方阵 然后我们给LDMATRIX的那个RAWNAMS COLUMNAMS 然后呢 再把它转化成MATRIX 然后就可以开始画图了 画图有什么简单的画图 简单的画图是这个 就这样的一个展示 然后你想再加什么东西呢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平常用的 然后你如果你想展示了一个SMP的NAM的话 SMP的名字的话 你就可以加这个 把这个加上去 那就是把每个的都给加上 还是比较丑 刚才看来可能稍微没那么合一 但是你把可以把这个图存出去 你用别的编辑软件去编辑一下 就好很多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 现在我们想把那个局部的那个 曼哈顿图 局部的曼哈顿图 给大家画在上面的话 怎么画呢 它这个LDMAT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出比较初始 但是我们可以用 这样的 就这一条就是加上去的 这里是我们塞选那个 八二软件体这样的一个区间的 区间内的一个标记 我们把这个区间内的标记都取出来 然后呢 用它的那个子来求这个LDBlog 就求这个 Fullogs 这里面的P子都求了Fullogs 然后呢就把Skate AddSkate加上去 但是它这个Point的话 只能是圆心的 圆的空心的 不能实心的 然后所以的话我们这个 然后呢我们还想把这个 EditBlog给它标上去 像比如说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是一个Blog 或者我们结合Hyperview的结果来看一下 Proview的话 它这个框框我们觉得是一个Blog 它从哪开始 从4到31是吧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EditBlog 我们就把它标上去 标到这个地方 那这就标上来了 这里 这就 然后呢 这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文章里的图 初始的 初始版本 大家想好看一点的 你就把它存出去 存出去 然后你就用别的编辑软件去编辑一下 好 这个我们想怎么把它存出去呢 就全部运行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就AdMap从这里开始 然后那就全部运行 大家把它存出来 AdMap这一个 这就比较初始的一个 一个图形 我们就可以去编辑 编辑完了 后面可能美化的话 大家自己去做 然后关于更好一些 或者说是更好一些的 大家更好一些的图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网页 有可能稍微好一点的图去看 其他的就在网上查一下 但更好的 像比如直接就能用于发表的 我现在还没有还没有整理出那个比较好的一个脚本 把这个画得很漂亮的 然后当然它这里中间还是可以加很多东西的 加别的东西也可以 这样像比如说加那个基因的结构呀 然后那个外形子在哪 然后内含子在哪 这里都是可以加的 但是我们我这里没有 没有给大家 因为我这里画的区间很大 我不能把那个一个一个基因的给大家展示出来 当然这里也可以 简直显示哪里有基因 哪里没有基因 我也没有给大家画 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到的帮助文档 你看一下 帮助文档查的话 就是给一个问号 LDPMAP 拉到最下面 这个index 然后这里有一个 就userguines package vanities 然后和Alan document在这里 这两个大家可以去点开看一下 这是pdf 好 给大家讲的大概就这么多 赶去上班了 然后就结束了 这个整个课程就彻底结束了 后面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大家可以在课程下面提 提完之后 如果我们觉得还有必要的话 那我们就给大家补录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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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